西美市树林区一间自住餐店 老板发现长期合作的菜商送货员 竟然趁清晨四下无人的时候 到厨房用手捞去偷吃锅子里的牛腩 而且一查发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他还曾经偷吃过梅干扣肉 担心食安跟商誉的问题 老板只好整锅报废 损失至少超过一万元 送货员走进厨房 原本在整理货物被香味吸引 走到锅子旁边掀起锅盖 没有洗手就捞了里面的一块牛腩 直接放进嘴巴 食髓之味又捞了第二次 第三次夸张行径全被拍了下来 这样真的很不会生啊 像大家就会对这家店 会有一种不好的印象 事外在十一号清晨五点多 自住餐店老板发现肉被偷吃 调阅监视器才发现不止一次被偷吃 因为我们给他一支遥控器的钥匙 让他方便出路 他偷吃的时间都分为是 在礼拜一跟礼拜三 因为我们礼拜一跟礼拜三 才会卤到牛腩跟美肝扣肉 我们一看到画面的时候 我们就把整锅倒掉了 原来这名菜商送货员 平常清晨五点多送货 这个月四号曾开锅观察菜色 六号偷吃四块美肝扣肉 十一号又吃了三块牛腩 用手捞锅的食材必须整锅报废 店家损失至少一万 生气啊 因为我们这个便当菜 一次是有五百多个人要吃 那我当天把它报废掉 当天早上必须要再去找一个菜色 来供应这五百多个人的那个餐点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 老板透露偷吃的送货员 曾经是自助餐店员工 介绍给菜商薪资比较高 没想到恩将仇报 偷吃肉气得提告怯到罪 后续菜商也考虑解聘 避免偷吃事件再上演 记者圣胡伟伦新北苍报道